起来 丽娜 你怎么样 大小姐 滚开 玉神 你准备好事 我告诉你 丽娜肚子里 孩子要得三茶两短 我告你谋杀 你说什么 我刚才没有推她 而且我也不知道她怀孕了 这下不是正好 老婆 怎么样 如果我流产了 不但能把罪名 安在小城身上 怎么样 怀孕的事 也就解套了 我肚子疼 孩子会不会有事啊 你这个女人真恶毒 先是抢我老公 现在又伤我孩子 疼死我了 玉娜 走 我带你去医院 走 慢点 走 不能给其他医生看着 否则我怀孕的事 你就传方了 少君 不要这些医生看 我要王医生 王医生 那你就是我的主治大夫 王医生啊 我只信任他 好 护士 叫一下王医生 我老婆的主治大夫 好 好 哎呀 疼死我了 哎呀 疼死我了 哎呀 疼死我 哎呀 我要王医生 啊 快点儿疼死我了 丽娜小姐 让你放心 王医生在赶来的路上 快点儿 我撑不住了 让他快一点儿啊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 哎呀 王医生 你可来了 快点儿 我要 我要流产了 你们都出去吧 我马上给病人 做紧急检查 不需要助手吗 我一个人可以处理 出去的 出去吧 我疼死我了 你 王医生 你可算来了 你要再不来 我就演不下去了 我这不来了吗 好 小君 少君 爸 妈 少君 娜娜情况怎么样 严不严重啊 还在里边 情况 还不知道 不知道就进去看嘛 哎 哎妈妈 哎 妈妈 这 哎呀 东京这儿 别着急 别着急啊 哎呀 医生 我女儿她怎么样啊 好 安小姐没事 但是 胎儿没办法保住 对不起啊 大卫 安先生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大卫 怎么样 不要紧 医生 我们能去看看我们的女儿吗 她刚做完手术 还没有醒 而且 我担心她情绪会激动 所以你们最好先别进去 好 少君 你是怎么搞的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要好好照顾娜娜 结果现在 我女儿成了这个样子 我的孙子也没了 你这个混账东西 我打死你 你好了 大卫 有话好说吗 有话好说 先别动手打人 你血压高啊 爸 是我没保护好娜娜 但是事情来得才突然了 如果不是小程出现的话 丽娜她也不会 又是你 爸 你血压高身体不好 现在丽娜也没事了 你就和妈先回去吧 正午来照看 好吧 赵君 这一切就拜托你了 你要好好照顾娜娜 再也不能出事了 知道吗 放心吧 爸 我知道 请你们原谅我 别跟我来这一套 你是什么人 我还不知道吗 上次你下毒害安琪 这一次 你又害娜娜的小孩 流产了 你这个人 怎么那么狠毒啊 夫人不是这样的 是小姐她自己 不小心摔的 是娜娜的错 是我们安家的错 为什么我们安家 每次碰到你 不是出意外 就是出状况啊 你以后能不能 不要再让我看见你 别再找我们安家的麻烦 别来害我们好不好 我从没想过要害人 也没有想过针对任何人 只是因为这件事情 跟我有关系 所以我单纯地 想跟你们说一声抱歉 不用说 好了 不用再跟他说了 我们发陈生见吧 既然你敢害我们安家的人 我就要你的后半生 在监狱里度过 我 等着坐牢吧你 我们走 新仇旧恨啊 春花 你父亲 抢走了我的母亲 你夺走了我的孩子 这个仇 我要你加倍奉还 我要让你尝尝 我这种痛苦的滋味 我要让你的痛苦 比我多一百倍 一千倍 我要让你生不如死 我要让你生不如死 爸 我来吧 妈 妈 小花呀 怎么回事啊 这屋里怎么叮叮咚咚的 牢有响声啊 我们就是整理一下东西 小花 今天你去找新的房主谈了 搬家的事怎么样啊 老伴啊 这个搬家的事啊 那是办定啊 小花呀 房主他怎么说 你到底有没有找这个新房主谈呢 新房主就是少君 他买下这个房子就是要赶我们做 你说我们能不搬吗 什么 是少君 他 他 他怎么能这么欺负人呢 他怎么这么恶毒呢 少君哪 他就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畜生的牙口咬住了就不会放 他 他就是想把他们逼到死路上去 反正啊 我不搬 妈 你没听懂吗 现在这个房子已经是少君的了 我不管他是谁的 反正我就要守在这个屋子里 我要等我的小勇回来 老伴啊 那少君他明摆着冲咱们来的嘛 你说你一个人留在这儿 那不是自讨苦吃吗 再说了 咱们家的事 现在都落在了小花的身上 咱们老两口不能替他 分担些什么 那就不要再给他添麻烦了 反正啊 要搬你们搬 我 我一定要等小勇回来 我才会搬的 我才会走的 妈 妈 妈 小花呀 你真的要搬是不是 你弟弟在外面是死是活 不知道的 你说你心里到底是 关不关心你弟弟啊 我当然关心小勇了 小花 你看着妈 妈眼睛是瞎了 看不见 可是 妈这心里还惦记着小勇啊 你告诉妈 没有少君以后 你说说 你这心里还装着些什么呀 我心里当然还装着你们了 我告诉你 要搬你们搬 你妈我是不会搬的 你们要我不管不顾地 丢下小勇一走了之 妈妈搬不到 妈妈搬不到啊 妈 妈 你妈说的话 你不要往心里去 你看 你弟弟走了以后 你妈这个魂啊 就跟丢了似的 说出来的话呀 都不经过大脑 她不管什么都说 你别当真 爸 妈怎么说我 我都不介意 我就是担心少君 他不放过我们 不放过我们 咱们程家 从来就没有做过 对不起人的事 你怕他什么呀 可是这次 我是真的得罪他了 我还得罪了整个安家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我害死了少君的孩子 怎么可能啊 少君他哪儿有孩子呀 我今天不是出去 找新房主吗 我就碰到了丽娜和少君 为了这件事情 我就跟他们起了争执 起冲动后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丽娜就摔了一跤 然后孩子就留掉了 那这也不能怪你呀 这无凭无据的 可他们现在认定 那个孩子是我害的 如果这是我的话 我其实无所谓 我就是怕少君 把仇全都抱在你们身上 你们说着 我到底怎么办 有话 你别慌 他们呀 不管他们怎么诬陷你 那法律还是要讲证据的 丽娜的孩子 确实是我孩子的 真的要我承担什么责任 我不怕 我只是怕这件事情 会连累到你们 况且妈现在就是不愿意走 我还不知道少君 会怎么对付我们呢 我呀 别着急 搬家的事呢 爸支持你 你妈那头呢 我回头找她做做工作 好了 你就别再多钱了 可是我真的害了一条小生命 我 都怪 我不怪你 这不是你的事 记得一会儿要听医生的话啊 嗯 欢愿 你先带安琪去检查 我去看一下丽娜的情形 待会儿再去找她 好 那我和安琪先过去了 好 喂 王医生 真是麻烦你了 哎呀 没什么别客气 这是给你的 哦 谢谢啊 哎呀 两次都让你帮忙处理这种麻烦事 真是不好意思啊 安小姐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 哎 不过我真有点好奇啊 你为什么要假装怀孕 然后又要我告诉大家说你流产呢 这两次真是多亏你帮忙了 我要是告诉你实情 你可要帮我保守秘密啊 哎呀 你放心 我替你办事 当然会替你保守秘密了 那天门外不是还有一个女人吗 你说那个哭哭啼啼的那个 她想勾引我老公 啊 她还想勾引你老公 就凭她那副德行 哎呀 所以我假装流产嘛 这样啊 就能把孩子胎儿的过错 推到她身上 让她呀 后悔一辈子 哎呀 你放心 我替你办事 当然会替你保守秘密了 那天门外不是还有个女人吗 你说那个哭哭啼啼的那个 她想勾引我老公 啊 她还想勾引你老公 就凭她那副德行 哎呀 所以我假装流产嘛 这样啊 就能把害死胎儿的过错 推到她身上 让她呢 后悔一辈子 看她还有什么脸 来见我和我老公 我可跟你说 像这种女人可不要脸了 你这招管用啊 管用 现在我老公啊 还有安家上上下下所有人 都恨她入骨 哎 像现在这样 一家人团结起来 还怕她一个外人嘛 嗯 别松了 是我那个 我就知道是你干的好事 你这种 就一个字可以形容你 就是贱 出来 我不想听你乱说 少君 哥 怎么 没什么做了些少爷不喜欢吃的东西 少奶奶 我求求您 就给我一天的时间 我明天就还给您 请您相信我 你放开 别拉住了 你别装可怜了 我就知道是你这个臭女人 你个扫把星 你非得把我们安家搞得家破人亡 你才满意吗 等等 离少君远一点 要不 我会让你后悔一辈子的 滚 离安家远一点 我再也不想听你解释了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你不知道 你当初怎么跟我保证呢 你说你保证 绝不伤害安家任何人 结果呢 安琪现在躺在医院里面 这就是你给我的保证 我真的不知道 安琪现在这样我也很难受 请你永远消失在我 还有我们家人面前 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绝对不会伤害安家的任何人